好 受到疫情的影响 不仅台湾外送是大爆单 美国的外送平台更是竞争激烈了 甚至还打出10分钟要把食物送到府 还有送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 一起来看 紧盯着时钟 为的就是在短短10分钟内 把食物送到客人手上 在美国外送竞争真的太激烈 各家都要拼速度抢单 新创Gorilla外送平台 甚至主打10分钟就把食物送到你家 不只是拼速度 现在只送食物也已经不够看 各家外送拓展到日用品 生鲜 药品 生活杂货 美国现在最大外送平台 包括Uber Eats Doordash以及Instacard 除了食物之外 Uber Eats现在还提供美妆 婴儿宠物用品 Doordash则是跟药局合作 可以买到2万多项的药装品 Instacard主打生鲜杂货 要跟沃尔玛竞争 就像家旁边的生鲜超市 主打30分钟内就送到家 就是看准许多人觉得 出门买菜不安全 或是煮菜临时却备了的人 后疫情时代 各大外送平台绞尽脑汁 送得多还得送得快 东森财经新闻 徐世珍吴佑树综合报导